好,各位同学,那么上节课我们初步的介绍了这样的一个装饰器 以及它的这样的一个爱腾与法堂 那么我们从上节课的实例里面可以看到 我们被装饰的函数它是没有参数的 它是不需要输入任何参数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考虑一个情况 假如说我现在的F1函数 它需要接触一个参数 甚至是两个参数,三个参数或者是多个参数 这个装饰器需要做哪些改变呢 才能支持这样的一个带参数的函数呢 好,我们先看最简单的一个参数的情况 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上面 我们给F1的参数列表里 新增一个funkname 然后我们现在打印的 打印的这句话会携带这样的funkname参数 好,用最简单的一个功能来模拟一下 带一个参数的情况 好,我们现在改变了我们F1funkname之后 如果我们的装饰器不做改变 然后我们尝试着在调用F1的时候 输入这样的一个funkname参数 比如说我叫做这样的一个testfunk 好,现在我们尝试掉F1的时候 它应该是会报错的 让我们看一下 好,这里果然是报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里面的这样一个被包装的 被封装的这样一个wrapper 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参数的 所以说当你去调用的时候 这里面是会报错的 好,所以说我们就会想到 我们可以通过给我们的wrapple几个函数 也增加一个参数 funkname 然后在我们的wrapple内部 真实的去执行funk的时候 把funkname给传递进来 好,这样改写了之后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一个参数的装饰器 就应该可以成功生效了 我们看一下 好,可以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成功的打印出了这样一个testfunk 好,那么现在我们看似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但是我们想一想 假如说我们还有一个函数 比如说这个f2 这个f2它会接收两个参数 我们随便打一下 funkname1和funkname2 里面的实现我就不写了 我们甚至还有第三个函数 f3它可以接收三个函数 它可以接收三个参数 然后我们还有f4接收四个 甚至是f100 接收这样一个100个参数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我们装饰器只有一个 这个怎么办 按照我们之前修改一个参数的f1 或者这样一个修改的话 我们是在wapper这里添加了一个参数 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说装饰器是具有一种通用性的 你不可能说你的一个deco report 这样一个装饰器 只和你的f1特定的函数绑定在一起 对不对 如果说装饰器具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定性 我写一个装饰器 然后我就只能用在一个函数上面 这个装饰器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我们之所以写了这样的一个奇奇怪怪的千套第一的函数 其实就是为了调用时候方便 还是我所说的这句话 我会希望我的装饰器 它是打印时间的功能 我希望装饰器是和我新添加的打印时间功能本身相关的 也就是说我在任何一个函数上面 加上这样一个atdecreate都可以成功的打印出这样的一个函数来 成功的打印出这个时间来 这个才是我们装饰器的真正的意义 如果说跟特定的函数绑定的话 没有意义 我再次强调一下 没有意义 好 那么请大家回想一下 我们之前讲到的哪个知识 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在学习参数的时候 是不是讲过了这样的一个可变参数 好 那么这里我们就可以利用 Python函数的可变参数的这样的一个特性 来解决我们参数个数不一样的问题 好 好我们可以把WARPER这个函数的参数改成这样一个可变参数 好 信号加上任意的一个参数名 好 那么这里我说一下 为什么这里起名字叫AX呢 AX是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编程语言里面 用来代表这样的一个一组参数的 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 就是一个通用的一个叫法 那么这里也是我的一个建议 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是在一个真实的 就是一个有实际业务的函数里面 给函数的参数列表来起名字的话 就不要叫AX了 而是应该去叫一个和你的具体业务相关的 有意义的这样一个参数名 但是对于我们WARPER来说的话 它是作为一个通用函数 它是作为一个通用函数 用来去包装各个函数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用AX了 代表着一个通用的意义 好 那么改成AX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实际上是可以用这个 就可以用这个DECRATE 去任意的去支持不同参数的 不同个数参数列表的函数 好 比如说我们这个F20两个的表 我们做个测试 我们在F2里面 把这个两个都给它打明出来 看看我们能不能生效 有点错误 看一下 好 这里我们的函数定义 后面上一个冒号 然后这个地方FUNK FUNK NAME这里也不对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FUNK NAME参数了 而是一个通用的这样的一个可变参数列表 AX 好我们需要把这个FUNK重新调用这样的一个传入的通用参数列表 这样才是正确的 好 然后我们现在在F2这里 我们现在只调用F1对不对 为了看到F2的结果 我们还需要 把F2也给调用一下 TestF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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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接受一个参数 F2接受两个参数 然后大家可以自己扩展三个参数四个参数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这里给定的是一个可变参数 所以说你可以传入任意的这样的一个个数的参数 好 现在我们再一次的运行一下 我们发现什么 F1和F2通过这样的一个装饰器都成功的执行了 我们可以看到F1先打印时间 然后打印 然后是打印它自己内部的这样的一个VC的方形 好 下面的是F2的 F2也成功执行了 时间加上它所打印的两个FUNK内容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在我们上节课的基础上面 对我们的装饰器做了进一步的优化 现在我们的装饰器是可以去支持不同参数个数的函数的 之前我们是拿着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无参的函数在做实例 好 那么我们说过了 我们是一个不断演绎的过程来讲解这样一个装饰器 下一节课我们还会继续的对我们的装饰器进行这样一个优化 好 同学们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